好 我們現在開始上的東西叫做台灣的地址與地形 前面是重要的 後面不重要 因為後面課本上幾乎沒有內容 告訴你說台灣有部部 台灣有台地就沒了 不如回去看地理課本 地理課本講得比較仔細一點 清楚一點 了解多一點 OK 但是我會多講一點 我會多講一點 但是基本上課本沒有內容 台灣的地址構造 台灣是一個很年輕的島嶼 大概五六百萬年前是由菲律賓海板塊跟歐亞板塊擠壓 聚合 折皺 隆起 抬身所造成的 所以呢 我們的行程是因為 菲律賓海板塊跟歐亞板塊撞擊擠壓所形成的 所以要先記住 我們會在一個交界帶上 誰跟誰的交界 菲律賓海板塊跟歐亞板塊 像這樣 這邊有個菲律賓海板塊 大概朝這個方向吐啊 吐啊 擠壓擠壓 擠壓 擠壓到歐亞板塊 然後就會呢 折皺隆起抬身 然後呢 我們就形成了台灣島 五六百萬里 因為這邊會有乙墨 所以看他們還有海溝啊 有什麼島湖啊 開一下就好 好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出現一個圖 現在都是這張圖啊 聽說是個美國人畫的 也就是這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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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所謂的台灣的板塊交界情形 然後呢 待會會有一些東西 什麼花東縱國會出來 先不管 我要問的問題是 這張圖上面 有一個地方 跟我交的不一樣 請問你 哪裡 請你上來 用你的奶油桂花手 指給我看 這張圖裡面 什麼地方 跟我交的不一樣 跟我交的不一樣 對 就是上來 用這邊指給我看 這裡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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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指給我看 這裡有個地方 跟我交的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哪個地方 二十六 上來 小心不要踢到我的線 繞一下趕快過來 這裡 這張圖裡面有個地方 畫的跟我交你的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哪個地方 用你的奶油桂花手指給我看 這裡啊 這裡 哪裡不一樣 這裡 哪裡不一樣 歐亞的地方 好 歐亞的地方 好 歐亞請 所以前面以前有南海板塊 古南海板塊 南海板塊下去了 已經完全下去了 拖著後面歐亞板塊 一直把他 往下拉 一直往下拉 所以這裡是歐亞板塊一末 跟我教你的 不太一樣 所以就這張圖 這張圖 奈黃酸師考過這個圖形嗎 這尖尖的圖 奈黃酸師考的時候 用真正地質學上的解釋說這個尖尖的什麼意思 你就甭管 就是代表吐過來的意思 懂的意思嗎 代表這樣吐過來 擠過來的意思 下去以末的意思 懂嗎齁 這樣以末的意思 所以台灣島本身大部分現在誰在以末 歐亞 以末 一直到宜蘭這個地方才是誰以末 菲律賓海板塊 以末 但是一般考試考你的時候 你還是給我寫 菲律賓海板塊 以末 除非我把這個圖畫出來 又問你高雄 誰以末 那你叫我寫 歐亞板塊 以末 他如果沒有這個圖 沒有什麼特別說 你還是給我寫 菲律賓海板塊 以末 聽懂嗎 OK 就是這個圖樣的意思 旁邊就是高雄 你說兩個撞啊 擠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再說 那下一個就是你要背的重點 全部背起來 一 台灣未在板塊都越在 什麼樣的交界 聚合性交界 誰跟誰聚合 歐亞板塊跟菲律賓海板塊聚合 請問你 聚合的交界在哪裡 花東 重體 不是海岸線喔 不是東海岸喔 是花東重體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 你站在花東重體 面朝北方 你的左手西邊什麼板塊 歐亞板塊 你的右手東邊什麼板塊 菲律賓海板塊 學測考過類似這樣的問題 請問你 藍與綠島位在什麼板塊上 菲律賓海板塊上面 有沒有 學測考過 所以重點 我們的交界在哪裡 花東 重點 所以我說這一頁全部都是重點 全部都要給我備好 台灣未在聚合性的板塊交界在上 誰跟誰聚合 歐亞板塊跟菲律賓海板塊聚合 請問你 聚合的交界在何處在花東重體 你備好 會考 考試在考 會考 就是你所要記得的事情 OK嗎 OK 很好